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的講者是來自香港理工大學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 中士院著氏精密工程講座教授及兼副系主任 容啟良教授 他會講的題目是 宇宙間生命的痕跡及對我們的影響 有請容教授 各位嘉賓和各位觀眾 很高興今天能夠和大家探討一下 宇宙生命的痕跡和對我們的影響 甚麼是宇宙生命的痕跡呢? 為甚麼我們不說 不如說一下火星人 實在 我們要看到 就是暫時來說 暫時來說 在我們這個科學界來說 就是在宇宙生命的探討 都是只可以找到生命的痕跡 這個我們最初 最初 怎樣發生呢? 待會我會說 不過我會說 最近一個發言 就是這個在自然的論文上面 我們就看到 在美國的MIT 和英國的聯合公報 他們就發現 在這個金星上面 有些生命的痕跡 甚麼生命的痕跡 他們就發現 有一種叫做輪的氣體 這些氣體 他們就說 在這個地球 就是有些微生物 這樣呢 都會發出這些事情 所以在金星的大氣層那裡發現 即是說 它身邊的大氣層 有機會有這些微生物 這個最近發現 我們看回從這個之前 實在很久以前 科學家都已經是 對這個生物在其他星球 很有興趣的 這樣就是 就是 到了1966年 在這個火星的隕石上面 就是我們 就是發現到 有一些東西 就似乎 是這個 這個 就是生物的痕跡 就是譬如 它會發現 有些 這個 磁鐵的螺盆 作用的 長鏈中的 這個 那顆 這樣呢 就是 這些那顆的形成 就是 是一些 這個細菌 這個 的 作用 所以 就會形成的 那究竟 這塊 這塊石 從哪裡來的呢 它就是 這個 這個 在這個 北極那裡 就是 在這些雪裡面 就是發現的 那麼 這些呢 就是 我們 人 對這個生物的痕跡 就是最先的看法的 所以呢 有很多人 就是想像 就是 譬如 我們 我們 有著陸的火星 但是我們 什麼都看不到 為什麼 什麼都看不到呢 是 有些火星人 他們拿著 一張圖畫 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 見過 這樣的 漫畫 就是 火星人 拿著一張圖畫 就擺 他 在火星之前 跟著火星遮走 他 以為 看到的東西 是火星的地貌 這樣 我在這裡 我 因為 這個 intellectual poverty 問題 我不能夠 展示那張 這個 漫畫 給你看 但是 這些 就是想像之中 如果我們科學家來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樣不是呢 那實在 就是 我們 是由 這個 這個 火星上面 我們是有衛星的 由衛星看下去 我們 基本上是 看到那個車的 遲些我們 我們看看 我們 究竟 有什麼 的項目 以前 去過火星 他會發現到什麼 回來的 那 昨天 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 這個最初 很多人都想 但是 在1966年 我們發現了 這樣的石 它驗證過 就是 這塊石 這塊 經過很長的時間 就掉了 這個地球 那當然 他們 這個有方法 來驗證這個 這個東西 那 所以呢 就是 引發了很多人的想法 我們去 怎樣去火星 探索 探索 我們帶 什麼東西 去 這樣 就可以找到 火星上面的 這個 這個 物體 然後 用 不同的方法 去 看看究竟 是否真的有生命的 就是 生命的 原則 像我昨天所說的 我們所說的 就是 幾種方法 去找的 那 譬如 看看有什麼 物質 就是 只是有生命 才可以發揮出來 另外一件 就是 我們 這個 看看究竟 用這個 什麼方法 就是 用這個 考古學的方法 來看看 究竟 火星的物質 有些什麼 是曾經 被這個 生命 改變過的 那 跟著 我們也都看 幾個不同的 這個 深空探查的項目 裡面 他們是做什麼 那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為什麼要找生命的痕跡呢 我們可以看到 之前 譬如 很久以前 達爾文 就是 周圍 在 這個 我們還是 覺得 這個地界平時 周圍去 尋找 我們在地球的生命的進化 那 現在呢 我們在說 在空中延續 這個大爾文 當年大爾文 進化論的想法 那麼 那麼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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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空探測裡面呢 我們呢 就是 這個 從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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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 生成 的 理論 那 我們呢 就希望在這裡 找出答案 宇宙 以前 可能有生物 這些生物 他們 為什麼會 到現在 會沒有了 或者 會變成了 別的東西呢 就可以給予一些 我們 對於 我們 對氣候變化 的 想法 首先呢 我們看看 我們最近 最有機會 有生物的地方 就是 火星 因為火星 很多人 以前 都 猜 就是火星 以前 基本上 跟地球差不多 那麼 這個 火星上面 我們 發覺 就是 是 他們 有 這個 有 河流 以前 但是現在乾坤了 那麼 他的 這個 形狀 實在 有些 就好像我們 湖泊 好像我們海 那樣的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在 2004年 1月 就是 這個 NASA的 精神號 和機遇號 火車 火星車 就開始了 第一次 在 火星表面 的 勘察 那麼 在 幾個星期之內 就 已經 找到 這個 火星上面 裡面 有 水流 的 證據 就是說 它會看到有些湖泊 有些 雖然現在乾了 就好像 海 海邊 湖泊 那樣 有這樣的 事情 就是說 火星很久以前 有機會 就是 那個環境 實在 就是可以 給生物 滋生 在 火星探索裡面 其中 一個軌道器 就是圍繞著 火星轉的 軌道器 它也都 測量了 大器之中 有這個甲圓 其實甲圓 你們都會知道 這些 就是一種 這個 由火山 可以是由火山 內涸的活動 的 化學反應造成的 但是 亦都可以 是由 微生物製造的 因爲 因爲 在地球 有很多 這個甲圓 都是 基本上 由地球的 微生物製造的 所以 有很多人 深信 火星 真的有 有這樣的環境 以及 以前 亦都有機會 甚至 現在 亦都有機會 有 微生物 在 生活中 那些 微生物 有機會 就是 以前 可以 好像 有人 或者 有其他動物 在 但是 因爲 火星一直干擀 一直變 就好像 地球的 氣候變化 我們 可能 變成沒有大氣層 之類的東西 就變成火星 這樣 雖然是這樣 但是 有些微生物 可以 真的 捱到 沒有空氣 沒有水的環境 都可以 維持生命 所以 在我們 這個探索火星的 究竟以前 或者現在 有沒有生物的話 我們多數都是由 這個微生物入手 好 那 之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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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耳鏡看到之後 過了幾天 這個 又說 他們 在這個偵察島 火星 大氣中 就有 甲泉 這個 另外一個 使得 他們 對 生物 在火星 繼續繁殖 其中 一個 最大的鼓舞 火星上 有分別 但是 有很多人 就說 火星的生物 是由這裡來的 宇宙的生物從哪裡 會是由宇宙到產生到 然後影響地球 還是地球根本上面有生物 之後 就由 因為 地球 很多 萬億年前 就被一個 比較大的 這個 流星 撞擊 就變成 它 就 彈了很多 東西 去 太空 那樣 就走去 第二個 星球 那樣 使得這個 生物 就好像 地球 的 月亮 也是 有很多人 就 估計 月亮基本上是地球一部分 那 是因為 撞擊之後 就是 這個 分了 彈了出去 變成月亮 那為什麼 月亮的 自轉 和公轉 就是 經常都是一樣的 我們 只會 看到 月球的正面 永遠看不到 月球的背面 就是 這樣的原因 就是 有些人 這樣 有些科學家 是這樣的 相信 所以 實在 在 先講 我們 先講 我們 附近的星球 生命的全員 有機會 由地球開始 也有機會 由其他星球開始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不過 如果我們能夠 找到 其他星球上的 生命的痕跡 我們再研究 我們就有機會 可以 印證 究竟 生命是否 由第二個 星球來 還是真的由地球去 影響到其他星球 說完火星 除了火星 除了火星 以外 其他星球 有沒有 實在 我們 最近的 鄰居 月球 有很多人 都 覺得 它是有機會 有生物的 那 為何我們去了 月球 這麼多次都找不到 好 我們拿了 這麼多月亮回來 俄羅斯也拿過 美國也拿過很多 但是 最重要的是 它們拿的地方 可能那些地方 未必是有生命的痕跡 因為它們著陸的地方 是因為它們容易著陸的原因 那 哪裡會有最大的機會 有生命的痕跡呢 有些人估計 月球 就是近南極 或者北極的地方 就很多 這些隕石坑 那有部分 的隕石坑 是有一部地方 就永遠都沒有太陽照到的 那些地方就很低溫 這樣在裡面 就是有機會 是會隕藏到一些 生命的痕跡 譬如有些細菌 裡面 那為什麼會覺得這樣呢 因為 我們在這個 遙錦裡 測到 這些隕石坑裡面 就是 整天都沒有太陽照到的地方 是有機會有水冰的 還有 有水的地方 在這麼長時間的發展裡面 是有機會 會產生一些細菌出來的 實際上 有些論文上面都有這麼說的 所以呢 究竟這個是不是呢 你知道我們 這個 理工大學一定會有參與這個上俄計劃的 去參與 上俄5號呢 我們剛剛才去了 我們採揚那個採揚器是我們做的 在這個項目裡面 第一件事 我們現在採揚的地方 是一個比較 怎麼說呢 是一個很年輕的地方 那有機會呢 它是 就是由 這個 月球的裡面發出來的東西 我們會拿到 所以 這個第一次 中國採揚回來的 就是 雖然以前 俄羅斯拿過 美國拿過 但是我們拿的 就是給他們 年輕很多 幾個億年的 那裡面 會不會有機會 有這個生命的痕跡呢 更加來說 幾年之後 我們也都現在 在做這個建議的 就是在上俄7號 上俄7號 就是會著陸這個南極的了 去探討這個水兵 和那些尹尘蝦 在這個機會 我們真的有機會 可以看看 究竟 我們整天 理論上 那些尹尺蝦 是有生命的痕跡的 究竟是否真的呢 所以 我們經常看著月球 以為裡面 是沒有生物的 我們去了這麼多次 然後回來 這樣 實在不是的 也是有機會 不過呢 我們拿的地方 未必拿得對 那 說回 又 在這個深空探測裡面 一直以來 就很多去找生命的痕跡 實在我們 這個 香港 不要說 在2003年 我們都會 都曾經 參與過一個項目 真是去找這個 看看這個 火星上面 是否有生命的 那麼 這個呢 就是我們 實在 做了一個 岩深採養器 就是 擺在這個 聶苑二號 Beagle 2 為什麼叫Beagle 2呢 Beagle 你知道了 就是這個 達爾文那時候 坐的 周圍去的那艘船 那個名字就叫Beagle 所以為什麼叫Beagle 2呢 就是 達爾文那時候 在地球上找生物的來源 現在呢 就是 Beagle 2 就是去這個 宇宙間找生物的來源 那麼我們呢 就是 設計一個儀器 就是 轉去 那些石裡面 因為最有機會 找到 生命的傳源 就不是在表面裡 而是在石裡面 轉到石裡面 然後呢 在裡面 就拿些粉出來 來分析 不過呢 真是不幸運 這個 這個儀器 整個 這個項目 它是 錄得到火星那裡 表面 但是呢 沒有訊號回來 最近呢 就我們 由這個 搖錦 那裡 因為 現在的 這個 搖錦的 能力 就高很多 我們直接可以拍到 這個火星表面 那麼呢 它就拍到 我們那時候的 那隻 著陸船 是在火星表面 不過呢 你看到呢 你看到呢 有幾塊 這個 太陽板 那 有一隻 很適合 我們的儀器 就在這裡上面 這樣呢 有一塊 太陽板 沒有打開 那 一塊沒有 因為呢 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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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摺起來的時候 是 太陽板在上面 那這個 我們做什麼 這個是天線 那 你如果 天線被太陽板 蓋住呢 那 你 發不到 這個 信號回來 就什麼都沒有 就是 我們 有很多時候 我們看 這麼過癮的 我們去火星一直飛 但是實在 是一個 極之高危的 活動來的 你想想 我們飛幾個月 才去火星 那麼我們靠聯繫什麼呢 就是 天線對天線 很簡單 就是 譬如 他知天線 一歪一點 你就沒有了 所以 你見到 這個 做這個 深空探測 那個嚴謹度 真的很重要 那麼 我們第二個 就是 亦都 就是 去火星的一個 月亮 最大的月亮 叫做 火為一 那麼我們做一個 這個 表土 這個 準備系統 就是 將那個 這個 火星的 月亮 上面的 泥土 把它磨碎 然後 看看裡面 究竟有什麼成分 我們可不可以找出 究竟 這個 宇宙形成 因為它上面 我們叫做 virgin soil 因為它從未受過其他東西 污染 那麼我們就可以 這個 試試看 不過這個 那時候是 這個 胡錦濤 去 俄羅斯 那時候簽署的 這個項目 那麼 跟著呢 就是 我們 就 參與 這個 常俄系列的 任務 那麼 我們 參與了幾個 因為常俄的任務 你看到 就是 它是 一個個常俄一 常俄二 那麼就 圍繞著拍照 常俄三 常俄四 就是 著陸 有 車出去看 那 你看 你成 都是 最終 你都是要取養回來的 所以 常俄五 常俄六 就取養回來 我們 就是由 常俄四 所以我們 香港 不要說 有一件 儀器 在月球上面 的正面 也都有一件 儀器 在月球的背面 究竟儀器在哪裏 就是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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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我們香港製造的儀器 所以不要說 我們香港實在 我們香港實在 都是這個 在這個 深空探測 那裏 都是有一個席位的 那 變成 上俄四 上俄三 上俄五 它所做的 主要都是為了 上俄四 上俄五 不是 上俄五 上俄六 我們下去 我們下去 採藥 拿東西回來 香港參與上俄五 參與這裏 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 表取 我們叫做表取 的系統 就是月球的表面 的採樣系統 就是我們香港研發的 就是 包括一個機械鼻 兩個採樣器 兩個近攝相機 和一個 我們叫初級封裝 那它們做了什麼 我這裏 我們有採樣器 甲和月 就應對不同的月樣 因為 月樣有很多形態 它有黏性 有石 有沙 那你要 要應對 這麼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你需要 是一個備份的話 兩個不同的採樣器 是重要的 然後 我們在月表那裏 這支機械鼻子很大 整個三米 四米長 那麼 拿了養品之後 就會放入一個養品罐裏 然後 放滿了 我們便會封裝 然後這個機械鼻子 拿著這個罐 就擺進去上升器那裏 那上升器 然后会飞回来 有什么特别呢? 我想你上网看 你就会知道 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各位时间就详细讲了 那5、5、6 在月球上取样 在新鲜的地方取样回来 所以上网、上网 是有机会接受到月球上的生命 我们现在在等着这个样本回来 样本预计在这个星期就会回来 我们看看回来之后 看看我们香港能否拿到 那些月球的新鲜的样本 看看上面是否真的有生命的痕迹 在上面呢? 这里就有代下回分解了 我们也有参与中国第一次火星 我们做过这个 我们叫做《落火监视相机》 也希望去到火星的时候 有机会帮助到 找到究竟火星上面 以前真的有没有生命 那这里就是一个简介 这个我们理工大学一直以来 所做的 在参与这个深空探测下的工作 我不想在这里再花时间了 有机会你再回回头看看这里 另外就是我们总括一下 去火星寻找生命的任务 大家看到 就很久以前都已经开始了 实在一直我们都找不到什么 由2008年开始 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有点眉目 找到有些东西 究竟是否真的会有生命在这里 那么EXOMARS实在 它那时候预算是16年发射的 但是现在就会推迟到2022年 所以这里是不准确的 那么最近的这个去火星 今年发射的有两个 就是一个是美国的 一个是中国的 那么看看这两个 拿到什么回来了 一个就是天文一号的中国的 这个Mars 2020就是NASA的 那么NASA这个上面也有仪器 去探测究竟这个火星上面 是否有些元素是由生命的痕迹发挥出来的 那么这个EXOMARS实在 EXOMARS这个mission 基本上整个mission 就是都是注重在这个寻找生命的 但是我们现在说这个2018年发射了 它就发射了第一个去测试它降落 是OK的 但是因为它在火星车的设计上面 还有着陆器的设计上面是有些问题 所以它们现在推迟到2022年才去的 因为去火星呢 你今年去不了就要等两年 因为每两年才有大约两个星期的窗口 给你去的 那么这里看回一下 是这个NASA的火星2020的任务 它实在做些什么呢 它除了有这个仪器上面去测试 究竟这个火星上面有没有什么气体 是由这个生命演变出来的 它也都会转换了一些泥土 把它造成一个馆这样的 放在火星表面 就希望迟些 它们就可以派另外一个任务去 来拿回那些取了样的馆 那么你会问 为什么你现在要取了馆 为什么做了馆之后 你立刻拿回来呢 这个就是你能够再多重去火星的问题 因为现在现有的火箭 这个NASA的火箭 是没有能力载一个火星车去 加上一个我们叫做反汇气的 所以就要等将来 真的能够做得比较大的火箭 大推力的火箭 才能够做得比较大的火箭 这就是说明2020年 即今年发射的NASA的火星车上 究竟有什么仪器可以测试到 火星表面揮发出来的气体 而那些气体是会有机会 由生物到揮发出来的 这个就包括一个 我叫做Rama Spectrometer 以及其他的比较精细量度 紫外线的链射掃描器 在上面 这些就是你掃描了之后 你觉得这些机会有生物 然后你在那里取养 造成一个管 这样就放在附近 然后等下一次 真的我们有这么大支火箭 是运用取养反汇气去拿回来的 这样就是 我们说一个笑话 就是实际我们中国也有机会 都是在想去火星取养反汇 看看谁会比较快 天文一号 说回 就是今年有两个火星车 去火星的 一个就是昨天我所说的NASA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本身 就是天文一号 它包括一个着陆器和火星车 这样也希望 看看在这个火星 究竟有没有机会找到水兵 而如果有水的话 就是说是很大机会 这个火星是有生物的 这个我不要说了 就是我去这个发射塔那里看 我们也都跟 除了这个国内 我们也都跟很多其他的国家 是去合作 去深空探测的 譬如去木星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 这个聂远一号参与 我们真的希望可以 在这个 实在是这个聂远一号 上面的所有的仪器 都是打算 看看能否找到生命的痕迹 我们说了这么久 去探测宇宙间究竟有没有生物 究竟人类是否由宇宙间的生物 演化出来的 当然这个是很好的题目 但是航天和深空探测 就是不只是在这一方面 可以影响到我们 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生物的演化 以及我们生物的演化 给气候变化 来影响会是怎样的 就像火星那样 以前有机会有生物的 现在全部都干了 就是因为它的大气层变化了 干了什么 那地球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所以我们真的要深深地反省一下 另外就是深空探测 在另一方面 实在很多他们做到的事 我们的科技上的发展 对其他在地球上应用的产品 是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也看看 比如我们外耳的耳温计 太阳镜 无线耳机 很多很多这些全球定位系统 这些东西实在 都是由我们这个深空探测 或者去太空探测 所发展出来的技术 转化到民用 你知道我们现在 每个人都会用红外线测温 最初是NASA和DITEC 这个发展出来的 这个紫外线测温的太阳镜 亦都是 这个JPL JACK Propulsion Laboratory 推进实验室 这个是很出名的实验室 那时候发展的 我们过滤这个汗接发出来的强光 现在做了太阳镜 亦都是无线耳机 太空人就需要无线耳机 如果不是 他要拖着调电线 就很麻烦 这个数码相机 亦都是在 这个时候 因为你上去 你如果用菲林 拍照的话 你怎么也传回来 所以他一定要发展这个数码相机 全球定位系统 我不用再说了 它的重要性 以及它是由人造卫星的组成的 那么很多防火的物料 能够抗高温的物料 这样就是太空棉 即是你太空人 最初的发展就是 你太空人躺下来 它会摸着 变成你发射和反汇的时候 它可以吸收震荡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除了给我们看到 这个气候变化之外 也都它实际的科技上面 对地球其他 这个产品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我们理工大学 参与了这个深空探测 这些技术 我们实在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举几个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用的技术 来发展一个很高精密度的 微型注册机 那些精密度 就是去到微米级的 这个是很多年前都已经造成产品了 我们做的那些很微型的产品 那个机器可以注册一些很微型的产品 另外一套技术就是做一个手术机械人 这个技术就是用在高可靠性的遥控直升机里面 还有在自动维修水管的机械人上 差不多时间了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对宇宙的好奇 而且这些好奇使得我们也对地球的产品 其他应用的层面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所以就是我们做这个科研的话 就不只是向一个方向去的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 除了我们尖尖的科研之外 就是看看如何改善我们日常的生活 那差不多了 希望就是你们 各位听了这个讲座之后 对这个科研更加有兴趣 多谢各位